那里只有两种方式 那一个是假一个是乙 那这两种的横桌标是氧气浓度 各位发现没有乙哦 它的运输效率跟氧气浓度无关 有氧气会影响什么 氧气会影响有氧呼吸 而有氧呼吸呢 就会影响ATP的产量 好所以这里虽然又是氧气浓度 事实上就在问你ATP的影响 你会发现乙跟ATP没有关系 所以乙呢就是所谓的便利性扩散 它跟ATP的浓度没有关系 它直接从高浓度流向低浓度 叫做便利性扩散 那假呢你看我的ATP越多 它的反应越高 所以假就是主动运输 所以假跟你通过这个图 它就暗示你了 假就是主动运输 乙就是便利性扩散 好这时候比这两种运输方式的比较 我们看看A选项 假的运输速率会逐渐趋缓 是不是因为我们看浓度差消失了 错 会因为浓度差 高低来影响运输效率的 是便利性扩散 扩散是高浓度流向低浓度 因为你有浓度梯度才会造成流动 如果浓度梯度没有了 那就产生动态平衡 我的便利性扩散就会中止 所以A选项的描述 在描述便利性扩散 A在描述便利性扩散 它不是主动运输的 好 B选项 当氧气浓度持续上升 乙的那个传输速率会变快吗 不会啊 因为乙是便利性扩散 这些过散跟ATP的浓度没有关系 它不耗能 所以B又错了 这也像甲运输的方式需要耗能 所以将氧越越多 我的速率会继续增加吗 直接打杀杀 你光看这个图就知道 它后面已经饱和了 你看甲的后面已经饱和了 我氧气给你更多 ATP更多 为什么效率上不去 因为钠甲邦普的数量有上限 你能量再多 但是邦普蛋白就这么多了 我已经饱和了 所以甲会饱和 并不是氧气浓度越高 ATP浓度越高 我速度就可以无限上钢 不行的 因为邦普蛋白数量有上限 我会饱和 好 诸权项 甲乙的运输方式都需要运输蛋白 没错 甲主要运输需要邦普蛋白 以便利性扩散 透过通道蛋白或是转体蛋白 这些蛋白都跟运输有关 合成运输蛋白 都需要运输蛋白的参与 所以诸是对第一 好 最后一个第一选项 那这两种方式的运输蛋白一样吗 不一样吗 一群花掉ATP叫邦普蛋白 一群是用扩散扑化ATP 叫做离子通道 或是载体蛋白 不一样 邦普蛋白耗能 其他的载体蛋白 或者是那个通道蛋白不耗能 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蛋白质 好 指定答案是猪